葡萄牙球星C罗目前效力于沙特球队利亚的胜利 虽然他在场上效率不错 也确定可以参加下个赛季的亚军联赛 但是根据每日邮报的最新爆料 C罗的未来生变 这是因为他的女友乔治纳罗德里格斯厌倦了在沙特的生活 渴望C罗重回欧洲踢球 而黄马成为C罗可能的选择 英美也曝光了西甲豪门对于C罗回归的态度 在沙特联赛 C罗可以拿到1.73亿英镑的年薪 这样的巨额合同 是C罗前往亚洲踢球的重要因素 毕竟在欧洲联赛 没有球队可以给C罗开出如此巨额的年薪 不过38岁的C罗离开欧洲 就意味着他告别了欧冠联赛 不再处于生涯的巅峰 李瓦尔多在近日谈到了C罗 巴西球星表示 有时候球员们会被同沙特俱乐部签订的巨额合同所愚弄 那里的生活很封闭 足球也不是球员预期的那样容易 因此 C罗可能会经历一点点的失望和反思 目前还不知道 C罗是否后悔来到沙特踢球 但是英媒透露 乔治纳罗德里格斯正在吹枕边风 渴望C罗离开沙特 每日邮报写到 C罗的伴侣乔治纳罗德里格斯 对于他在沙特的生活并不满意 他希望重回欧洲 乔治纳是C罗的女友 如果他长期吹枕边风的话 不排除C罗被说服 然后告别沙特的可能性 那样的话 真的是大反转 那么C罗态度如何呢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英媒打去道 C罗代表利亚德胜利出场了16次 打入12球 最近一段时间 他被队友 裁判以及对方工作人员惹脑的次数比进球还多 最近有消息称 黄马有意赢回C罗 在2009年到2018年 葡萄牙球星曾经在黄马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当时他在438场比赛打入450球 然而英媒每日邮报透露 黄马仅仅希望和情向大使C罗重聚 而不是和球员C罗如此来看 黄马不会牵下C罗 只是希望葡萄牙球星以俱乐部大使的身份回归 考虑到C罗不会在今年夏天挂靴退役 因此 他暂时无法重返马德利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